国内疫情严峻二号再增一例 9岁男童染疫不幸在家中病逝 目前国内累计30例儿童重症 已有13例死亡 根据美国研究报告指出 儿童感染流感平均每10年造成120位儿童死亡 但新冠病毒造成的儿童致死率 远远超过流感的500% 偏偏孩子染疫后病逝却直接被火化 家属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成为父母心中最大的痛 他就一个孤独 肯定坐着离车的车 就离开双河去雨化 我们没有办法亲自送他 胸残科医师苏伊丰呼吁台湾社区遍地都是病毒了 何必强制遗体快速火化 那一个人已经过世了 其实这个遗体不会呼吸 所以他的空气传播飞沫传播机的传播力根本是零 身在防疫第一线医师将冠与分享 有确诊者女儿得知父亲的病况不见好转 问他爸爸要走了 我们会看到他最后一面吗 但却只能告诉家属不能打破隔离规定 不过这些转重症的病人很多都来不及告别 就快速火化 对于家庭关系比较好的家属是很残忍的 并不是24小时内要处理尸体 是24小时要通报 有专家指出确诊者的遗体处理方式 就是家属看不到染疫死亡的亲人 问题就在指挥中心没有一套处理的方式 这毕竟是人民一种心中的痛 那指挥中心应该苦民所苦 去想这件事 到底能不能送别指挥中心 没有正面回应 但无法见最后一面 送最后一程都成为家属们 无法放下摯爱亲人一辈子的遗憾 记者张又词 陈嘉伦 台北采访不到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刺激生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沉水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CTI999 就能享有折扣优惠